現在呢 這個怎麼回事 那個毛巾這裡真的在飄在空中了 怎麼會這樣 而且它直接軟燒那個瘋窩 直接軟燒就完了 那其實它的椰子會點它之後 就會有煙 這個煙非常的燻 人也燻 蜜蜂也燻 另外它的另外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刀 這個刀就是砍槽那個刀 這兩樣就可以去取密了 據說被稱為全寮國 最瘋狂的一家人 因為他們竟然可以赤手空拳 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之下 獵取野蜂蜂蜜而不被攻擊 要說他們是最瘋狂的獵人 絕對是不過分 通常我會抓頭髮 今天沒有抓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香味 我怕它會吸引過來 但我的衣服裡面穿黑的 為什麼 因為我怕我穿太亮的顏色 也會吸引它過來 都很麻煩 那聽說我們去到這個瘋窩的時候 有三個禁忌 這三個禁忌我們問一下 我怕它會吸引 第一個不要說一些負面的話 或是幹嘛呢 其實是不要害怕 因為你害怕的話 你的身體可能會分泌一些味道 一些味道就會當成目標 然後它那個胡蘿蜂就會攻擊過來 所以說我們不會吸引 不會罵人 它第二個就是說 不要有殺念 就是說你不要殺它 因為你殺它也是攻擊性的 那如果你有攻擊性 它就會攻擊你 那就是一種故鄉嘛 那如果你是平靜的 它也平靜就OK了 第三個要件 就是不要吃它的蜜 因為這是它的東西 它的財產 你要偷它的財產 你這個貪性 被它發現的話 其實鮮骨頭蜂 第六個被獎主 你攻擊過來的時候 你都知道你的心理 只要遵守這三個禁忌 就真的不會被攻擊嗎 老實說我真的不太相信耶 然而正當訪問還在進行的同時 車子突然被攔了下來 疑問之下才知道 當地人家後院 竟然出現了一顆虎頭蜂 希望獵人可以幫忙摘除 會不會太危險了點啊 這應該不在預定的行程裡面吧 凡姐 你自己好是為之內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虎頭蜂 它就在我正後面 看一下 它為什麼這麼安靜啊 感覺沒有什麼動機 沒有 已經有跑出來了 好 我們進看一下 OK Let's go 進看一下 進看可以 不要去抓它 我不碰 我不碰 好 那我們進看 我們看看 這有一隻 看到了嗎 這有一隻 它有牙齒非常的利 然後呢 它就是有那個斑紋 像那個老鼠一樣 飛走了 它起來真的很像虎頭蜂 因為它的臉啊 就是那種兇兇 最黑的眼睛 就有金色的牙齒 很利 然後其實它的身體啊 其實就是有那個虎斑的那個虎斑紋 你抓這個虎頭蜂抓了多久 媽的賴筆啦 你知道我們在台灣啊 我們抓不管是蜜蜂啊 虎頭蜂啊 任何的蜂類啊 我們包得像太空人一樣啊 你看你就徒手徒腳啊 你沒有包起來啊 你這樣子安全嗎 保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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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被叮到 很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 你不要開玩笑喔 欸大哥大哥 我發現你的手上有一個棍子啊 這個棍子啊 它有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有點像 車子的那個汽油嘛 沒有 那麼 是汽油 是汽油嘛 所以你有一個長長的棍子 這個棍子它的尾端 要綁一個毛巾 這個毛巾沾了汽油 所以你現在要把它點燃起來 去燻那個虎斗峰對不對 要 好 點燃了 OK 我們要開始了 先把這個安全帽拿下來 熱影子你也拿下來 我幫你一下 OK OK 這樣比較好 好 安全措施都已經做了 我們能做的都已經做了 那個火 那個火滿大的 畢竟是用汽油 火很大 真的太誇張了啦 這簡直不要命了吧 在沒有任何保護的狀況之下 大哥竟然使出火攻 難道不管是虎頭峰 還是其他野峰 只要遵守這三項禁忌 就真的不會被攻擊嗎 現在開始尋 下面 它就把頭放在那個蜂窩上面 現在呢 這個 怎麼回事 那個毛巾這裡真的在飄在空中了 怎麼會這樣 而且它直接燃燒那個蜂窩 空中直接燃燒起來 髒完之後 它直接把棍子丟到旁邊去 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的那個虎頭峰 不可思議 這真的是太神奇了啦 明明一開始 我們還看到幾隻虎頭峰在洞口徘徊 進行火攻的同時 竟然沒有半隻虎頭峰在進行攻擊 難道這些虎頭峰 真的都乖乖地待在蜂窩裡面嗎 現在看它的刀出來 等一下 我們先停在這裡 等它 它要把這個蜂窩取下來 OK 蜂窩看下來了 它要把蜂窩帶到我這邊來 有點太近喔 大哥這樣OK嗎 OK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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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窩到哪裡去了 我都沒有看到蜂窩 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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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在這裡面 所以會被燒死了 全部在裡面 因為你這樣子 沒有遇到任何的蜂窩耶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所以蜂窩在裡面 全部的蜂窩在裡面 都全部被燒死了 全部被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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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燒死了 真的喔 你只是稍微 就是燒一下蜂窩的屁股而已 我的蜂窩在裡面 經過一陣有驚無險的火攻之後 總算是完成任務了 將危險的虎頭蜂窩 成功摘除 而大火也再度驅車前進 尋找野蜂窩的所在地 最後 終於在一處收成完畢的樹樹田中 找到了咱們的目標 野蜂蜂窩 然而負責此次行動的另外一位獵人 卻慎重其事地開始製作起 防蜂煙霧 難不成這個野蜂 會比虎頭蜂來得可怕嗎 OK 我們這邊在做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燒 燒煙 這個燒煙除了燒這個蜜蜂以外 也會燒人 這個會讓眼睛非常的不舒服 難怪蜜蜂不會靠近 好 那現在它的方式呢 是拿一個香蕉梗 這個香蕉梗之後呢 它會塞很多的那個葉子殼 那其實它的葉子殼 會點它之後就會有煙 這個煙非常的燒 人也燒 蜜蜂也燒 另外它的另外一個工具啊 就是這個刀啊 這個刀就是砍草那個刀 這兩樣啊 就可以去取密了 好 那大哥是說 現在先不要砍那幾隻 因為就太危險了 因為可能會飛走 那現在如果我們要探討的話 就是趁現在 好 我們往前去看看 你看 哇 裡面呢是有一個樹枝 很粗的一個樹枝 這個樹枝上面呢 其實你看不到蜂窩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蜂窩是被蜜蜂蓋住 大概是有千萬隻的蜜蜂 就是完全是cover 完全蓋住這個蜂窩 開始現在 開始有很多蜜蜂在這邊 飛來北去了 這個蜂窩 大概是跟我的上半身的身體 一樣大 包括我的手 他們的聲音 我不要怕 平靜心 平靜心 我們 OK 我想 我不在現場 那三個經濟 我應該可以不用管它吧 哇哩咧咧 這個蜂窩也大得太恐怖了吧 比一張麻將桌還來得大就算了 上面更被密密麻麻 數以千萬計的野蜂覆蓋 都是用看的去讓人雞皮疙瘩 掉滿地了啦 我說大哥啊 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把他們的蜂巢給取下來 還說他們不會跟你翻臉 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 我要再靠近嗎 好 我試試看 現在 因為現在可以感覺到這個小蜜蜂啊 一直在碰撞我的身體啊 會來飛去啊 那種 不太敢亂動 現在 試試看 能不能往前一點點 啊 往前 小心 現在整個蜂窩是看得出來啊 都顯露在我們眼前啊 那這個蜂窩 蜂窩其實真的是很大 或是你還是掉那個Duck啊 我們看一下 我們轉到我的右手邊 右手邊就是 一般的樹葉 樹葉上面現在都是這個蜜蜂 然後我們是 一樣拿好我們的這個 熏煙工具 去穩定它的情緒 這樣我們就OK 就很安全了 OK 安全 雖然我眼睛可以熏到 是有點動過 那大哥好像是有一個 有一個特別的叫聲啊 他會重複講 慢慢來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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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這個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但感覺是有 對他有幫助 不知道是什麼法術 你看看 你看看 咱們的功夫班傑 嚇到連動都不敢動 就知道現場 根本就是草木皆兵 因為四周 全部都被野蜂給包圍 生怕一個動作太大 就會引來蜂群的圍殺 此時大家也只能暗自祈禱 希望大哥 趕快將蜂窩帶出來 我們也好六隻大吉啊 那現在大哥 是沿著這個樹蜂的 往內根 直接把它這樣樹幹 然後 直接拿下來 直接拿下來 直接放進去 你敢去接嗎 敢去接嗎 敢去接 連動都有點不敢動 現在大哥在把那個蜂草 塞在那個藍色的桶子裡面 他拿下來感覺非常的輕鬆 他鑽出來了 他就唱他的歌 可以拿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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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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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一下 看多重嗎 我看一下有多重 喔 這個 這個好像一個小孩一樣重 這個蠻重的 看一下 25公斤 20 20 30 大概30公斤重 瘋狂獵人 果真是夠瘋狂 不斷自己沒被攻擊 就連咱們這群外行人 也因為徹底的遵守禁忌 竟然可以全身而退 你該說是運氣好呢 還是冥冥之中 真的有一股力量 在保護著大家呢 我想 這只有老天爺才知道 你都沒有北京嗎 我扁娘 我扁娘 觀眾還沒有看到 這個蜂窩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想拿起來 好好看看 它這個面積有多大了 可以現在拿起來嗎 來… 我看看怎麼拿 天亮的 你也有意思 我們也要講 他要不要講 他要不要講 你看看 有多大 這個真的跟我的身體 比我身體還要大 有沒有 這個大概有80公分寬 然後50公分 那個50公分級 80公分長50公分寬 然後厚度大概有 也是大概8公分了 好 那現在另外一個禁忌 是不可以吃它的蜜 現在可以吃它的蜜吧 對…麻煩你再禁帶 這樣好禁帶而已 台灣好禁吃 這可以吃啊 很禁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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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吃呢 就蘸它那個蜂爐 這樣蘸 你看看 原來是這樣子啦 其實這個裡面當然有蜜 但是大部分的蜜 因為我們剛剛把蜂窩 放到這個桶子裡面 你看這個桶子 下面擠了多少蜜 超多的 所以它剛剛是把蜂窩的一部分 沾一下 這樣十分的甜 這個裡面有一個白白的 有點像蟲啊 這是什麼啊 就是它的那個蜂蜂 就這樣拿來吃 就這樣咬了以後 它那個桶 那個辣 被吐出來 沒有想到 遼國人吃蜂蜜 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因為當地人相信蜂蛹 是最營養的補給品 所以會沾著蜂蜜一起吃 既美味又能補充體力 不過老實說啊 這種吃法 我也是頭一次看到耶 而且蜂蛹還是生的耶 這樣吃起來不會很腥嗎 我就把這個 這個充滿了蜂的一塊 蜂窩這樣搖一搖 然後再把蜂吐出來 那蜂的肉 我都留在嘴巴裡面 是這樣嗎 這樣不辣 蘸那個蜜才好吃 你看一下 我知道蘸這個蜜好吃 但是現在我的問題是 它裡面很多蜂耶 你看一下 這個蜂隨便碰 它會流汁出來 你看 你看 這是蜂耶 它的蜂 都是蜂 就白白的 這個可以吃 你筋在一起嗎 筋在一起嗎 筋在一起 可以吃 這樣看可以吃下去 這個蜂啊 吃起來 有點像果凍啊 因為呢 它這個蜂是還沒有完全變成那種 會爬的那種蜂 其實它的 它有一點滑滑的 然後就是還沒有完全成形 好了 它說可以吃就吃了吧 我蘸蜜一下 蘸蜜應該就沒有味道了 這個蜜有多好吃啊 真的是甜點的蜜 跟濃濃的油 這個味道 撞在一起 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嗯 哇 這邊沒有蜜 完全是融的味道 大哥 我覺得 我們在台灣 我們蜂蜜那個想法啊 要是甜甜的 它沒有這種蛋白質 還嫩的那種 嗯 半半浮臭的味道 沒有啊 通常 我們吃這個蜜 就是吃純蜜 有沒有辦法給我吃純蜜 沒有融嘛 好不好 幫我 幫我吃到純蜜 不要有融 哇賽 一顆顆蜂擁在嘴巴裡面爆漿 光有想像的 就覺得有點噁心了 不過這當然是當地人的吃法啦 至於剩下來的蜂蜜 大哥則是直接裝瓶帶到市區販賣 倒也能賺點外快 只能說啊 這得來不易的野生蜂蜜 真的值得大家細細的品嘗 當然啦 除了蜂蜜之外 寮國獨特的人文特色 飲食文化 更值得大家親自走一遭 好好的品味一番喔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